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前本初被日军炮弹炸伤,行动不便,只能和钱曼元一起藏身于夹墙之内。 待外面枪炮声逐渐消失后,钱曼元便悄悄地溜出来打探消息,却见鬼子正安护搜查,且有三个士兵正朝自家走来。 于显阳急忙折回观音庙,却见鬼子的队伍已经离去,而钱曼元则抱着钱本初的尸体,气不成声。 小秋一知不解是谁及时割断了电线,此时方才恍然,同时也打消了对曾楚南的疑心。 曾楚南趁机出示照片,称其中二人一个便是你们久寻不惑的于显阳,而另一个想必是他的同党。 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我担心你,小秋收心多疑。他一定会去核查你的身份。 你在车站受伤那天,我和小秋见过。当时, 这位是我们商会的副会长。 在下,楚南征。 很荣幸认识楚会者。 会长吴禀荣跟他介绍说,我是他们商会的副会长。 我觉得这个身份,我是可以利用的。 那样最好 科长阁下 他们到现在都没有动静 别着急 中国有句古话 叫守株待兔 如果没有耐心 是得不到兔子的 娘 女儿今天许人了 人是女儿自己挑的 爹也觉得满意 爹说他有担当 靠得住 你放心 我和他 会照顾好爹的身体 一家三口 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沈子 阿元他娘 叫生娘委屈你啊 我不是从来没叫过吗 娘 娘 娘 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 但是老听阿元提起你 我知道 你是一个心灵手巧 善解人意的好人 就是那些可恨的小鬼子 最后头端 早早地让你去了 你放心 这个仇我记下了 早晚让那小鬼子 血债血肠 你老在天有灵 你就看着吧 对了娘 忘了告诉你 他叫于显阳 是个当兵打鬼子的 而且现在还生了少项 挺有出息的 女儿跟着他不会吃苦 放心吧 玉大哥 从今天起 我就是你的未婚妻了 我会一辈子对你好 你也要一辈子对我好 那还用说 娘你放心 我会一辈子对 对阿元好 那我们 在佛祖面前发个誓吧 我先来 有情人配有情人 迎信作媒 天作正 若要复兴 湖水干 长书山上 众红林 到你了 阿元 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我 我哪有你那么多词啊 我就会一句 小妹妹四线 郎四针 永远穿在一起 不离分 可走 可哲阁阁下 可哲阁阁下 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 沉不住气了 我敢断定他们 还会用大功率电台发报 是 春雨 曾长官 前见战报 我五十九军持援固阵 协同五十一军展开反攻 有望夺回淮北阵地 五十九军 嗯 李长官真是有气魄啊 居然把五十九军给派上去了 好啊 那我们倒要看看这个人称张八皮的张字中 能把这次战役打出一个什么样的气魄 怀南 四十八军固守卢桥 第七军和第三十一军 拟迂回攻击定远 上级希望 你们调查华中日军有没有出兵增援十三师团的可能 可能性不大 华中日军之所以要急于拿下徐州 是为了打通金浦县 从而让华北方面军展开进攻 一路沿淮河南下 一路沿长江西进 最终来完成合围武汉 就你刚才的这番话 到我们军事委员会当一个高级顾问绰绰有余 这还要感谢松景 他喜欢在地图上画箭头 从他地图上的标注来看 华中日军的主要兵力都集中在江南 只有一个十三师团孤悬在江北 这说明松景的战略重心根本就不在徐州 而他也无意帮寺内授医做嫁衣 而田俊六极力挽留松景 这说明他完全同意松景的战略思想 照此形势看 华中日军增兵的可能性不大 对徐州的压力主要来自北方 春雨 你马上把亲子刚才这些话 一个字不落地发给军事委员会 我去整理一下 马上就去发报 春雨 要不然我来吧 好久没碰电箭了 不知道手伸了没有 科长阁下 他们的信号出现了 在我们证捷坊两千米 让我们一起去打兔子吧 杜卫军 科长阁下 目标正前方两公里 炮兵器轰炸目标周围 压制住信四军 你和左腾直接去抓人 记住 无论是死 一个都不能给我了忘 我明白 准备 马丝四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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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你刚才讲的不算数 凭什么呀 许你上山中红灵 不许我针线不离分哪 赞线四妹 这手法和我一模一样 如果按辈分来说的话 秦子可以当你的师父 嗯 完了没有 还没有 继续 收拾文件去运 好 简阳 啊 鬼子来了 快去通知曾楚南 把设备移送到张家邦去 我去转移老百姓 阿元 快去叫你爹 到村口和我会合 快 走 走 大人 大人 爹 你怎么就一个人呢 咸阳去找村口了 老娘就叫我们去村口会合呢 好 走 走 赶紧抓住 时间撤 炮火一停 小鬼子该围上来了 郭队长呢 他带着老乡进炉味道了 让我们先去专家包 在那里会合 我去盯着 帮着收拾一下 快 快 跟上 快 快 跟上 快点啊 爹 怎么了 那个师妹 后面跟上了 我走的时候 忘了有没有藏眼神 我得回去看一看 唉 爹 快 你的腿 快进屋里去 走 小心 来 简阳 这边处击太危险了 好 这边走 大家跟着简阳 走 走 走 来 简阳 爹 这不是好好的吗 我们快走吧 我背你 你快走 别管我 爹 我们先藏在里面 鬼子一师班可找不到这里的 好 来 快进去 好 快快 明长 快走 走啊 楚南 如果要回去 这倒是一个好机会 你是说让小秋把你救回去 这样就少了很多麻烦 而且更容易取信于松井 快走 快走 走啊 快快快快 快 快 站在这里别动 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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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做决定吧 别再犹豫了 张秀 快点 你开 就问你说的错 走 走 别担心 走 立刻 上秋 小鬼子都快走了 我带用不多了 你赶紧撤 快把他缩走 快 你们快走 快 快把他缩了 跑到 给你撤 我炸死你们这把小鬼子 演员 与颜益 他们骂的路子 力道 你去 爹 强声停了 应该是鬼子撤了 我们快走吧 我这个腿动不了了 你快去 快去找老娘救吧 我在这里陪你 阿云 你赶快去找老娘救 等村里安全了 再给你老娘救回来 爹 我正好在这里 可以守着这个杯呢 你快去吧 别耽误了快 爹 去吧去吧去吧 爹 走吧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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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人都怕了 这些家伙太叫我了 知道了 都去村子里 再索手找一杯 是 走 是 走 走 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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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奇怪 这么大的村子 居然连一个人影都没有 一定对头走了 走 那边 是 队长 我好想听见里面有声音 接着 我刚刚明明提到有声音 那就给我找出来声音在哪里 是 那我去里面搜 嗯 队长 里面有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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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的人出来 走 再不出来就开枪了 出来 开枪 快点 就开枪了 您 よし 可惜 還有人 親子小姐 我要見小丘課長 客廠閣下 親子小姐 讓你受驚了 我們走吧 客廠閣下 我們找到了寒山寺師妹 很好 離我去 是 曾先生 我剛剛接到上級的指示 讓我們各路遊擊隊 都要向晚南集結 接受第三戰區的點驗 還要大練兵 那就是說你們是真的要東進了 沒錯 所以啊 你這寶貝可得給我看好了 將來我們回來的時候 可有大用場 你放心 我曾楚南就是遇上再大的困難 你這個寶貝 我也不會給你弄丟的 但有一點我要提醒你 一定要慎重地使用 因為這個傢伙呢功率太大 我相信這次就是他 把日本人給招來的 那麼就給你添麻煩了 麻煩什麼呀 日本鬼子能怎麼招啊 大不了燒幾棟房子 搶點糧食 沒房子咱們再蓋 沒糧食咱們再種 只要有陽城湖在 我們就餓不死 郭長官 要按你這麼講 這小鬼子打來打去 不白折騰了 沒錯 他就是白折騰 別看他佔了東北 又佔了華北 現在要跑到我們華東來 只要我們一個個的根據地 建立起來啊 這中國永遠是我們中國 好 大夥說對不對啊 對 郭長官 我找了好幾遍 沒看見錢師父和阿元呢 不是你帶著他們的嗎 壞了 腳不好還在村裡呢 執隊長 執隊長 小姐們都安躲好了 村裡怎麼樣 鬼子撤了 可是房子被燒了不少 對了執隊長 我遠遠看到他們 往車上抬東西 好像是塊杯 阿遠 阿遠 拜託 我爹死了 那块碑也让鬼子抢走了 我也成了没爹没娘的孤儿了 爹 见到娘 帮我烧居坏 就是我想的 爹 靖子小姐 你受苦了 还好中国军人比较守规矩 如果我是一个中国女人 遇见咱们的士兵 恐怕 你再也见不到我了 秦子小姐 我们今天不谈这个 还是说说你自己吧 前几天 有个人来告诉我 说你和那个叫于显阳的中国人 关系非同一般 是这样吗 于显阳 对 没错 我和他的关系确实不一般 他把我打晕了 然后把我绑起来 害得我挨了一颗枪子 差点送了命 秦子小姐 关于那天晚上的事情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抱歉 你知道我这个人 不能沾一点酒精 更何况 那天晚上喝的太多了 司令官 这些话我不想再听了 如果不是你的再三挽留 我早就和卫劳团一起回日本了 这个时候 我应该是坐在银座的竹叶亭 享受着鰻鱼料理 而不是在这里 听你说着 我和谁的关系非浅 这种无稽之谈 秦子小姐 中国有句古语 叫做空穴来风 未必无音 好吧 随你怎么想 总之 我要回日本 马上就走 这种地方 我再也不想待下去了 站住 你不能走 为什么 特高克 要对你进行调查 在调查结束之前 你的活动范围 仅限于这栋大楼 明白吗 这么说 我被软禁了 对吗 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你放心 我会确保你的安全 还有 我会像往常一样 每天上午去听你谈琴 阿元 还是城里好 到了苏州城 就觉得到家了 其实我也挺喜欢 关一庙的 我挺喜欢 老娘舅的那支队伍 官兵平等啊 不像我们那支队伍 那当官的脸 天天耀武扬威的 尤其是那位 天天本格大棺材脸 坏了 大先生出事了 那怎么办啊 带我们去找四哥 跟我走 走 这事怨我 当初应该把大先生 接到羊生湖去 先是骆驼丹 接着到三叔 然后又是我爹 现在又轮到师父了 阿元 别难过了 虽说你师父和三叔 受了伤 但毕竟命还在 再说了 他们老哥俩在私自口里 吃得好喝得好 有人刺好子 放心吧 前两天你师父 还托人烧话给我 问你们到底怎么打算 回不回苏州 阿瑟 你托人告诉大先生 就说我们不仅回来 我们还要在这里扎下根 太好了 郑先生 这段时间 刀毁出了很多事 大伙士气正式低落呢 还有人说 就连一支梅 都夹着尾巴逃了 咱们跟小鬼子 斗个什么劲啊 胡说八道 我又不是这只兔子 你跟兄弟们说 一支梅 得打到小鬼子 消失那一天 好 阿瑟 现在当务之急呢 是要给我们 找一个落脚的地方 落脚 有个地方 以前的老商会 锦埃子杨王庙 听他的崽子 全空子呢 这个好 我不是一直挂着 商会副会长 这个头衔的吗 合适 是 一支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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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里 我说老刀 你不是说 会看那个风水吗 你看看这个地方怎么样 好地方 你看 此处行不外露 藏风俱气 如盘龙蹲聚 又如虎臀象柱 实乃安稳亭绪之地也 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又是虎又是象的 到底是不是人柱的地方 再说这个第四啊 所谓 事必欲行 行则远 远则疼 事不欲子 子 则来无所从 事欲其来 事不畏路 事必欲还 还则顺也 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讲一守难攻 四个字 你说了一大堆 你累不累啊 你不懂 曾长官 这第三点 乃罪得无心也 刚才我们拐弯的地方 一水环绕 水上有桥 这万一有个风吹草动的 既可以走水路 也可以走旱路 老道 真不愧是个老道 换口饭子 不对啊 隐蔽 一手难攻 便于逃跑 我这怎么听都不像风水宝地呀 倒像个贼窝 我们呢 就是要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 安上一个贼窝 走 进屋 那好啊 哼 钱师傅 贫僧害了你 是贫僧害了你呀 罪过 罪过呀 大师 你可千万别这样想 只要说罪过 那也是我的罪过啊 好不容易把这块石碑弄出去 可还是让小鬼子给抢走啊 不 余师傅 你不要大包胆 则不在你 万般一游 却隐贫僧一人而起 这也许就是宋经所说的天意 没内阁 我就不信这个邪 中国人的东西本就该是中国人的 什么天意啊 大师你放心 我余显阳答应你 不管这块石碑将来去到哪里 哪怕是天涯海角 我余显阳也给追回来 有余师主这番话 贫僧心里安慰不少啊 对了 汉山寺还有一些前师傅的遗物 正好让阿元带回去 留个念想吧 大师 你可千万别再提这件事了 自打前师傅去世以后 阿元一直是这样 跟丢了魂似的 您现在再说这个 他那心里不是更难受吗 他只是悲痛过度 无处鲜血 心情欲解所导致啊 大师 你可千万得帮帮我这个忙 你一打坐就打坐半天 这脑子里光消失了 你办法肯定多 我这次来啊 也是想让你帮帮我 好 你放心 贫僧想办法 在贫僧看来 心病还得心药一样 我爹说 这是他这辈子 磕得最好的一块碑 要不 我们把这块碑运去沿路湖吧 把它输在 你爹的坟头上面 这块碑 是属于寒山寺的 应该永远留在这里 心有所思 这次情有所诉 可悲愤亦可自在 可欢喜亦可伤怀 大师 这是什么曲子 普安咒 愿为南宋普安禅师所传荆咒 我佛讲经说法 以咒语杜弥新 普安十方 还众生清静安宁 清静安宁 阿元 你来谈 阿元 谈奏此曲无需偏执技巧 拘泥执法 只需将心中所思 尽速勤弦 便可体会我佛化力气为柔和的 大辞大辞大辞 大辞大辞 爹 阿元 让他哭 爹 哭出来就好了 阿元 这本普安咒秦谱 贫僧就赠予你了 这是贫僧自行莫计的抄本 至于真本 据说已经流传到日本去了 大师 你说这小鬼子是不是太贪得无眼了 中他抢 背他抢 就连这秦谱他也抢 我扔两个臭鞋垫 他是不是也要抢回去啊 不 你以为日本人抢走的仅仅是尸碑 仅仅是秦谱吗 不 他们抢走的是我中华民族的血脉啊 中华民族血脉 前姑娘 于是主 贫僧有些心里话 一直想跟你们二位聊聊 不过 我不想以出家人的身份跟你们说 要不 你们就把我当成一个普通的苏州老人吧 大师请讲 好 我们就说 寒山寺这块尸碑 无论它是真迹也好 防骗也罢 它充其量不过是一块尸碑而已 然而为了它 钱师傅居然大上了性命 我寒山寺众僧 也不惜慷慨赴死 在你们心里 会不会觉得它不值啊 没关系 你们即使这么想 也是人之常情 贫僧不会怪你们 大师 尸碑是寒山寺的宝贝 我们当然要把它给抢回来了 宝贝 如果日本人抢走的 仅仅是金银珠宝 即使它价值连城 贫僧是固然有些心痛 但我也绝无以命相互之意 唯有这块石碑 它就未必是别人的 即使牺牲了性命 这也不可怕 只要我们中国人前赴后继 使之抗争 那就一定有东山再起的一天 最最可怕的就两个字 遗忘 遗忘 对 如果有朝一日 我们忘记了自己的语言 说的都是日本话 忘记了自己的文字 用的全是日本字符 忘记了自己的歌曲 唱的是日本调 忘记了祖先的发明和智慧 我们用的全是日货 千姑娘 于是主 我可是以老卖老 叫你们生孩子 你们记住了 这才是真正的亡国 所以小日本 占领了朝鲜 不让他们说自己的语言 写自己的文字 甚至篡改了他们的历史 对 它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要拼死 保住我们的世卑 记住了 只有文明生生不息 我们这个民族 才会永远不死 文明不息 民族不死 我懂了 阿弥陀佛 于老弟 这大晚上的 他在谈什么呀 这叫普安咒 普 普安咒 咒语 我说老弟啊 这种神神怪怪的东西 你最好劝他不要碰 否则 难免邪魔丧身 瞎讲什么呢你 这是人家静远大师 给阿元开的方子 能治病 你不懂 能治病 乖乖 看来这个大合丧 法力不浅 你以为呢 谈得真好 老道 用帮忙吗 不用 赞长官 用帮忙吗 不用 我呀 收拾东西倒在其次 主要呢是想熟悉一下 商会的张成 淳于姐 我来帮帮你吧 不用了 你这套东西我也看不懂 我还是别帮倒忙了 客展阁下 亲自小姐带到 和礼物 妻子小姐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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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子小姐 今天请你下来 是想跟你聊一聊 你的汉语 说得比我还好 我可以问你是在哪里学的吗 小的时候 跟父母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间 那你的父母现在 他们在六年前 就已经去世了 对不起 这么说 秦子小姐一直是一个人 住在青都 是的 我一直借助在老师家里 她叫小林圣一 是我国著名的琴师 我想 你应该听说过她的名字 小林圣一 著名的左派言论家 秦子小姐 你的老师 不会是共产党吧 小秋科长 我的老师是一名艺术家 而艺术是不分左右的 可是艺术是有门类派别的 秦子小姐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正如你们抢夺的那块诗碑 不管它出自何人之手 哪怕是一个反日分子 都无法淹没它的价值 要不然 我们尊敬的鸠燕王殿下 就不会对他念念不忘了 有心 我们今天不说这些 聊点别的 据我的调查 秦子小姐 最近总和一个中国男人 在吉原旅馆优惠 是这样吧 请不要用优惠这种字眼 我们只是在正常交往 况且这是我的个人隐私 你觉得我有必要回答你吗 你当然有必要回答 这是一个战争年代 又是特殊时期 我作为一个特高科课长 在问你的话 你必须回答 而且 这件事牵涉一系列重要案件 还关乎司令官阁下的名誉 所以 我还是劝你 实话实说 这个人 你也见过 他叫楚南征 是苏州商会的副会长 这位呢 是我们商会的副会长 在下 楚南征 楚会长 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这还要感谢你啊 小舅客长 要不是你 邀请我参加维持会的成立仪式 恐怕 我还没有机会认识这位褚会长 这么说来 你们认识的时间并不长 中国有句古话 白发如心 清盖如故 大概说的 就是这个意思 可是 为什么 为什么一个我国著名的秦师 才一双全 却选择一个中国男人 你真的想知道 好吧 那我就告诉你 在他那里 我得到了尊重 他尊重我 尊重女人 更尊重生命 可是你说的这些特质 难道我们日本男人身上没有吗 如果你们在南京的所作所为 也叫尊重女人尊重生命的话 那我无话可说 齐子小姐 我刚才说过 这是一个战争年代 我们面对的是敌人 生死难免 而且 我们日本男人 对本国女性还是尊重的 尊重 那华北 东北 上海 甚至苏州 那么多来自本国的慰安妇 你又做何解释 那是他们的哀鬼行为 是他们自愿的 是为代的 自愿 每天被十几个 甚至几十个男人蹂躏 作为一个女人 你认为她是自愿的 小丘科长 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原来这样 亲子小姐 我终于知道了 为什么小林圣衣 是你的老师 你如此极端的左翼言论 是很危险的 小丘科长 我再说一遍 我是一个琴师 在我的眼里 琴弦不分左右 但每一根弦 都要发出 他最准确的声音 又喜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但是 你今天说的一切 我会去一一核实 如果 有不对的地方 我会 再回来小弟请教的 愿意为您效劳 雨显阳 你下来 我找你有事 有事等一下再说行吗 我这里没完事呢 不行 就现在 我下去了 怎么了 怎么了 你们是不是都瞧不起我呀 谁敢瞧不起你呀 谁敢我把他眼珠子给抠出来 那我就是自己瞧不起自己 你看你们都在做事 就我一个人闲着 嗨 我还当什么事呢 这点芝麻率多大的事 还用得着你掺和呀 那大事我更不得靠边站了 不行 我得加入你们 加入什么呀 加入你们的组织啊 不行 我们这里不是童子军 是苏州情报站 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玩命掉脑袋的地方 你看这里的人 谁谁是没有两样保命的本事 我一个少校 不过也就是个组长 你说你来能干什么 也是啊 我得找你们上级将军 你这个破少校 讲话不管用 破少校 又多了位同志 曾长官 我申请加入情报站 我要跟你们一起战斗 为我弟我娘报仇 为你父亲母亲报仇 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不一定非要加入我们情报站 你放心 我不怕死 死可怕吗 我告诉你 死一点都不可怕 真正的可怕 是如果有一天 你落到敌人的手里 敌人会想尽 各种各样的办法 用尽各种手段 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知道吗 我们每发展一个情报员 都要求他 绝对的忠诚可靠 要求他必须有崇高的信仰 就是为了我们的国家 为了我 曾长官 你还怕我不忠诚 不可靠啊 你想啊 就算我落到鬼子手里 我能出卖谁啊 是出卖我老娘舅 还是出卖于显阳 说白了吧 虽然我一直没有正式加入 但其实我早就和你们 是一起的了 你说 还有谁比我更可靠啊 组织善合规定 一队恋人 不可以在一起工作 曾长官 这就是你的部队了 你和秦子姐不是恋人吗 哦 只许你们志同道合 就不许我们 服尝负随啊 再说了 我又不是没有特长 我会讲苏州话 你们都不会 讲苏州话 也算是特长 那当然啦 我们做情报工作 少不了要跟本地人打交道 会讲苏州话 起码方便很多 还有 有些工作由女性来做 比男人做起来 更不引人注目 而且 我从小在城里长大 路熟人也熟 别的不讲 就讲我师父底下 那些刀会的兄弟们 有哪个不认识我 好歹 我也是大先生的关门弟子 大小也算个角色呢 这样吧 旗袍店 需要一个手电话的人 这样 你就做我们联络站的情报员 真的 那一言为定 不瞒你说曾长官 自打离开杨城湖 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 好 俗话说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新人 欢迎你 加入我们情报站 那 既然我已经正式加入了 是不是要有个什么仪式啊 你想要个什么仪式 我听你的 我给你安排一个 世间不如一时 十之七八 国难当头 逆境求存 更是艰难 然我辈 但求心存忠义 不忘祖宗 是与敌人血战到底 虽久死 而无悔 尚未誓言 有如此相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仲之之 国难道 也讞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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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你们几位 你是 你是于咸阳吗 还记着我呢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还敢来到日租界 日租界怎么了 日租界又不是龙潭虎穴 你的那位秦子小姐呢 嗨 别提了 让小 让日本人给救走了 吉原先生 我们废话少说吧 我这次来呢 是想跟你谈谈合作的事 上次不是说了吗 不能让你白帮忙 我得好好谢谢你啊 你凭什么认为 我会和你们合作呢 就凭上次你没有出卖我们 好吧 说说你们的条件 我们的上级想和你单独谈谈 这是时间和地点 记住 只能你一个人来 否则他不会出现 否则他不会出现 你让老道 小心你 别穿胖 我行 老道可没准 行了 政官 嗯 你把他给算准了 日本人呢 也不是铁板一块 尤其是情报部门 他们也是 土地老爷面朝北 各管一方 彼此矛盾 甚得很难 先生 到了 你去趟关前界 替我买一盒 到乡村的芙蓉酥 半个小时以后 回来接我 好的 你来了 里边请 里边请 哎 靳远先生 来来来 坐坐坐 这位许 啊 这是我们的上级 代号九头 嗯 这不是第一次见面吗 谨慎一点 你们黑龙会不是想在中国发展吗 没错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的情况 好 靳远先生 你来看啊 我上照片还挺精神的呀 要不是为了我们的金差 我还真舍不得让于老弟露正脸 哎 为了我们苏州情报部门的形象 还是露我的脸吧 于老弟 记住 做我们这行 切记露脸 哎 曾长官 嗯 凭什么我就一个后脑勺 而且还是半个的 别小看你这半个的后脑勺 有用 有什么用啊 我怎么没有看出来啊 你看不出来 但小秋能看出来 哦 曾长官 小秋来了 他现在正在办公事呢 没想到来这么快 于老弟 嗯 给你们个任务 十分钟之内 把照片给我控干 哎呀呀呀呀呀呀 小秋客长 真是幸会幸会 什么风把你吹到我这里来了 赶紧去把我上好的铁棍衣拿过来 让小秋客长尝尝我家乡的好茶 是 来 请坐 铁棍衣 嗯 这么说 出餐的家乡 应该是福建一带 难怪说你小秋客长是中国通 我刚一说茶叶的名字 你就知道我老家是哪里 的确 我的老家离福建不远 在广东潮州 哎呀 出来这么多年了 一事无成 想想真是惭愧 哎 出餐又何必枉自菲薄呢 苏州城自古以来 就是数一数二的富贵风流弟 你在苏州商会身居要职 小必自有过人之处 副会长那就是挂个名而已 当时老会长在的时候 我是帮他老人家 安前马后的跑跑腿 有时候顺便做做自己的生意 老会长先是以后 商会也就算是名存实亡了 哦 那出餐跟吴会长还是老相识呢 哦不 谈不上老相识 主要是有一些生意上的往来 老会长他老人家呀 德高望重 对晚辈多有提醒 每次想起这些 心里面那种感激之情 可以说是有染而生 是啊 刘会长 死得很可惜啊 来 来 车子 那你平时 都做些什么生意 主要是茶叶 还有潮袖 主要是 我今天来你这里 是要听实话的 小秋客长 什么意思 嗯 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 你和吴炳荣根本素不相识 是当地导会的头领引荐 才做上副会长这个须致 而且 你既没茶叶又没店铺 你做的是什么生意 所以 你是武汉派的特工 在我的眼皮底下 挂羊头 卖狗肉 客长 你冤枉我了 我是大大的良民啊 你就是借我一百个胆子 那我也不敢做 忤逆皇军的事啊 没错 你就是吃了一百个胆子 还没撑死 我问你 想方设法地接近我们 司令官周边的客人 是何举行 没有 你是说秦子吗 我们就是普通朋友 仅仅几面之缘 二爷 唉 你们中国特工都是一路货色 不见棺材 不掉泪 也好 来人 在 那就请楚会长 到我们宪兵队 也尝一尝我们家乡的功夫茶 佩服 小秋客长果然是 慧眼无惧 我确实不是什么生意人 但也不是你想象当中的 什么武汉来的特工 什么意思 你想象 来 给你 拉着 继续说 好 我是南本少将的助手 贵君之所以能够在金山卫 抢谈成功 那里面有我的一份功能 你还真是南本先生的助手 楚三 我和南本先生也好久不见了 他近来可好 南京战役之后 南本少将去了香港 先生的行事风格和鬼影军事 有几分相似的 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所以 先生目前的情况 我也不是很清楚 楚三 你竟然连鬼影军的名号 也听说过 看来你不光是南本先生的助手 还是他的心腹 心腹谈不上 只是先生用起来 比较得心应手而已 嗯 如果换了别人 也许会放过你 但是 我 就应了你们中国那句古话 你可错杀一千 我也不会放过一个 确实 有人想对你们宁可错杀一千 绝不放过一个 如果不是我 你小丘客长 现在不可能坐在这里跟我说话 什么意思 宪兵队大楼 我一直会成立那天 原来 是你剪断的电线 我也是侥幸 如果不是一直盯着武汉来的特工 我没有办法发现 他们这个惊天的阴谋 所以 南本烧家 是故意把你留在苏州的 是 南本先生在华京有多年 于中国政府内部颇有人脉 所以武汉那边 稍有什么风吹 我这里 自然就会有草动 那你们坚持了那么久 可以发现